木制的门口文字上写着回客室 仿佛告诉我们即将进入到另一个时光背景 现幅打造新瓦屋艺术新聚落 66平大的多元艺文展演空间 青绿色的藤蔓植物沿着老屋周围无限延伸 述缩百年故事 浪漫的紫蓝色花朵摇曳 德州乡村风景一览无遗 近20幅油画作品 透过画笔诉说在地艺术家对生活的情感 可以让人感觉很悠闲很清静 可以内心很平静的一种感觉吧 透过展览然后认识我们的画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卖出的画作的金钱 去帮助其他的人这样 不只有画展更规划二手书阅读区 让孩子徜徉书海 而在往楼上走 楼梯间映入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木门 惠客室总干室蒋玉凤突发奇想 把泥砖屋的老旧木门赋予新生命 成为令人惊艳的客家文化意象 邀约了已经在在地经营的律师籍 以及普学教育基金会 新竹人文放学部落 以及我自己的凤居家艺术设计 主要就是希望集结不同的团体 然后让不同年龄层 以及不同艺术氛围各个专业的人 以及小朋友都有一个发展的空间 对对对不一回功夫 唐朝诗人梦浩然的春晓就完成了 一个个大型积木不同的字体 呈现六个面相 外头还有刻着春风 夏至秋风冬至的24节气装置艺术 惠客室每个月都有新展览 插花斑 亲子DIY等各种活动 周周举办 欢迎民众到这里体验艺术的魅力